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要对照这个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创建版本的时候,Gate啊,它到底做了什么,你注意啊,在这里面我们再新建一个啊,就是在我们去创建这个版本的时候,刚刚呢,我们是首先啊,第一次的话,我们是在创建了一个CodeTest,然后在里面呢,加了一行啊, 你看啊,首先,看到我们这里啊,第一步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创建了这么一个文件,在里面添加了一行,然后呢,使用这两个秘密呢,去创建一个版本,那么Gate的话,你创建一个版本的时候,它其实呢,就给你做了一个记录啊,你比如说,第一次的时候,它在这边呢,给你做了一个记录,记录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这里面,加一个记录啊,记录的就是你创建的这个CodeE啊, 创建啊,创建啊,Code啊,Code啊,点Tex啊,然后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啊,里面这个,哎,内容,哎,就是我们的第一行,哎,内容是什么啊,哎,做一个记录,啊,做一个记录啊,OK,这里面呢,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 版本一啊,就是我们第一次创建的版本的时候,它相当于在这边给你记录了一个点啊,叫做版本一, OK,那么,然后呢,下面呢,我们要再一次做了啊,就是,再一次的去编辑这个文件,编辑这个文件之后呢,在里面呢,又加了一行,对吧, 又加了一行之后呢,然后呢,又使用这两个秘密创建一个版本,那么,在创建版,在你创建版本二的时候呢, 它就会又去做这样一个记录啊,就在这边又来一个,又来一个记录的点啊, 又来一个记录的点啊,哎,这个记录的点呢,你注意,它会把这些版本之间呢,串成一条线啊,串成一条线啊, 就在这边,相当于我在这两个版本之间呢,串上了一条线啊,哎,你注意,后面的这个版本呢, 是依赖于前面这个版本的啊,它在这里面只记录,你相对于前一个版本做了哪些修改,比如说, 它呢,这里面呢,哎,会记录的,就是你在这个,后的点,text中, 添加一行啊,添加了一行啊,the second line啊,添加,哎,一行啊, 它,它只做这样一个记录啊,那么这个记录呢,就相当于,成为了我们所说的这个, 版本二啊,版本二,哎,这就是它的一个,里面啊,Gate里面帮你做了什么, 它不是完整的把你这个东西考了一份啊,它只是, 记录你的文件的修改,就是,你相对于上面前一个版本, 你做了什么啊,所以,后面的这个版本呢, 它是依赖于前面的这个,版本的啊,OK,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现在,我们这边呢, 它就有了两个版本的吧,它有两个版本啊, 然后,比如说现在啊,我发现,哎,还是这个版本一比较好, 我想回到这个,版本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这个,版本的回退啊, 版本的回退啊,OK,那么, 怎么进行版本的回退,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在我们每一次创建版本的时候呢, 最新,你最新创建的这个版本, 那么,有一个指针啊, 就是,有一个指针会指向它, 有一个指针会指向你最新的这个版本啊, 会指向你最新的这个版本, 你比如说我指向它,哎, 那么,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 最新的这个,指向最新版本的指针, 它叫做hide啊,它叫做hide, 它叫做hide啊,就hide呢, 指向你这个最新的版本, 然后呢,那么hide的前一个版本呢, 就可以呢,使用hide的上坚括号来表示啊, hide的前一个版本就可以呢, 使用hide的上坚括号来表示啊, hide的前两个版本就可以使用hide的两个坚括号, 哎,同理, 它的前三个版本呢, 就使用三个啊, 哎,那么, 但是你说我如果要, 现在版本比较多的话, 我想回到前一百, 我要写一百个坚括号吗, 你注意啊,不需要写, 还有一种表示方式啊, 叫做, 波浪号啊, 波浪号一, 也可以表示hide的前一个版本, 跟这个是等价的啊, 那么前一百个呢, 你就可以使用hide的波浪号一百啊, 波浪号一百来表示啊, OK, 那么, 好,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啊, 我们刚刚创建两个版本, 那么这个hide呢, 它就指向我们的版本二, 对吧, 我要想, 我要想回到版本一, 我只需要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往下, 移一下啊, 那么, 怎么去移呢, 在我们这个, git里面,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命令, 叫做, git, reset, 杠杠, hard啊, 后面呢, 跟上你这个hide的上签功号, 我们要回到版本一, 对吧, 那么这个hide呢, 表示版本二, hide的上签功号呢, 就表示版本一, 我这里面直接写上个hide的上签功号啊, 它就可以帮助我回到这个, 版本一,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直接get, reset啊, get, reset杠杠, hard, 然后呢, 写上这个hide, 上签功号, 好, 回车, 那么这里面就告诉你hide呢, 现在位于这个, 版本一, 你可以使用gitlog, 你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版本了啊, 我们直接hide这个code.txt, 你看到它里面是不是只有一行,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帮你做的啊, 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 哎, 移到这边, 你这个hide呢, 就现在呢, 就回到了版本一, 那么你在这个里面, 你就是回到了版本一的, 内容啊, 版本一的内容, 哎, 这是版本的一个回退, 然后啊, 比如说, 我现在回到版本一之后啊, 你注意, get呢, 它并没有把你这个版本二删掉啊, 并没有把你这个版本二删掉, 你又想回到版本二了, 怎么做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呢, 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移回去, 对吧, 但是啊, 你注意, hide呢, 现在啊, hide已经, 表, 指向这个版本一了啊, hide的, hide的就没有, 你没有办法使用hide呢, 去表示版本二啊, 那么这个怎么做, 使用这个get reset, 杠杠hard的时候, 你还可以后面跟上一个版本的, 编号啊, 根据这个版本的编号, 你也可以呢, 回退到某一个版本, 那么, 那么我们刚刚给大家说, 我们在这边呢, 去提交的时候, 上面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的一个版本, 编号啊, 那么我现在, 我还想, 我再想回到版本二, 我就需要呢, 去使用这个版本, 编号啊, 直接呢, 就是get reset, 杠杠, hard啊, 然后呢, 跟上版本编号, 这个版本编号呢, 很长, 注意啊, 你没有必要全部拿过来, 你拿前几个就可以啊, 直接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在这边, 直接点击一个, 好, 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看到啊, 它提示你hide, 现在位于这个版本二啊, 你在get log, 你看一下, 你这个版本二又回来了啊, 你看它这个code.txt, 它是我们版本二的内容, 对吧, OK啊, 这里面就是它版本那个回退, 其实呢, 它很快啊, 它其实呢, 就相当于把你这个东西呢, 给你往上移了一下, 给你往上, 一集回来了啊, 这就版本的, 回退啊, 版本的回退,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你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还是要回到版本一, 我直接get, reset, 杠杠hard, 我要回到这个hide的上一个版本, hide的现在是版本二, hide的上一个版本呢, 就是版本一, 我一回车, 好, 它回到版本一了, get log, 给log, 回到版本一了, 假如说现在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中端关了啊, 我直接把这个中端一关, 然后, 我重新呢, 去打开这个中端啊, 重新打开这个中端,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呢, cd我们的get, bj18啊, bj18, 然后, cd这个get test, OK, 现在啊, 你get log, 你看一下, 哎, 这个时候你只能看到这个版本一, 对吧, 现在呢, 哎, 我还想回到这个版本二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你只能使用这个提交的版本的序列号啊, 但是这个时候, 你刚刚中端已经关了啊, 你看不到这个版本序列号了啊, 你找不到这个版本序列号啊, 那怎么做啊, 还有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 叫做get ref log啊, get ref log呢, 你可以查看你之前操作的记录啊, 操作记录,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get ref log啊, 你就可以看到你之前操作记录, 对吧, 这里面第一个记录呢, 就是commit创建版本一的这个记录, 这个commit版本二的这个记录, 那么你注意前面的这一串呢, 就是版本序列号前面的内容啊, 前面内容, 那我如果要回到它呢, 我就可以呢, 把这个拿过来, 直接使用我们的get, reset杠杠, hard啊, 然后呢, 写上这样一个东西, 好, 直接, 回车, 好, 这个时候看到没有, 哎, hite现在为一版本二, 你直接写上一个get log啊, 你会看到, 哎, 这个版本二又有了, 然后你看他这个code.tax啊, 哎, 它的内容呢, 又回来了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他的一个版本的创建, 哎, 还有呢, 回退啊, 那你注意它的创建分为两部啊, 我们说你编辑完一个文件之后, 你就使用get add这个文件, 然后呢, 再使用get commit啊, 杠m后面跟上一个版本的说明信息啊, 说明信息, 这两部呢, 就可以帮助你的去创建一个版本, 那么创建版本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是在这里面给你做了一个记录, 哎, 你比如你第一次创建的话, 他就告诉你, 创建给你做的记录呢, 就是你创建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内容, 然后之后的话, 你如果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之上呢, 再进行编辑之后, 再创建版本的话, 他就会又给你去记录一个点, 就只是记录的你相对于前一个版本做了哪些修改, 那么你最新提交的这个版本是用hide呢, 指向他的啊, 指向他的, OK, 那么我们要回退一个版本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get reset这个命令啊, 杠杠hard, 那么回退到当前版本的前一个版本就用hide上签功号, 前两个呢就hide两个签功号啊, OK, 那么回退一个版本的话, 你还可以使用这个get reset杠杠hard的后面跟上一个期交版本时候的版本号啊, 进行一个回退啊, 进行一个回退, OK, 那么在这里面你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创建版本的时候啊, 杠m后面只是一个说明信息, 只是一个说明信息啊, 你创建版本的时候, 说明的信息是可以一样的啊, 创建不同的版本的时候, 说明信息是可以一样的啊, 但是你提交的时候这个版本的序列号啊, 提交的序列号一定不一样啊, OK,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版本创建啊, 还有哪个回退 感谢观看